我想问一个 刚才在视频当中 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那个 和北京北海公园 一样的九龙壁 我想问一下 那个九龙壁 也完全是由 贝壳雕刻而成的 完全是由贝壳 自然颜色就做的 自然颜色做的 这里所有的贝雕 都是自然颜色的 包括我们台上展出的 这些都是自然颜色 没有人工的染色 没有 那个九龙壁 还有那两个船 我们二十个音座的 人做了四年 人做了四年 用了多少贝壳呀 厉害厉害厉害 用了几十吨贝壳 几十吨贝壳 天哪 那个九龙壁 是用这个 木头做的底胎 然后呢 都是绳毛结构做的 而且全部都是用 贝壳自然颜色做的 这个其实 它这贝壳的自然颜色 比那个北海公园的 那个就是传统琉璃 其实还好看 没错 自然的光泽在里面 对 因为刚才听了一下 那个金老师说是省级的 飞衣传承人 但其实我因为我跟那个 飞衣的很多项目 有一些比较接触的 相对多一点 我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国家级 甚至往世界级去深 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它的这个复杂程度 包括它对天然材料的应用 和这个传承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我刚才看的时候 我刚才说了一句 我说那个造型很高级 就真的很漂亮 特别同意小爷说的 因为我觉得 我们来过那么多的 这个手艺人 我感觉今天这个是 见过所有当最震撼的